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 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中国当如何对应 美国提出的贸易逆差问题 其实是一个虚假议题 我们虚读准其背后真实意图 并制定全方位对策 必须把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 放在大的战略背景上 它是美国对华总战略变迁的一个部分 中国也需要从总体战略部署上来应对它 完成在宏观战略上的布局 在经济上坚守核心利益 一、美国对华战略有哪些变化 如果有人还对美国的对华战略的变迁 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话 台湾旅行法就是一副清醒剂 这个法案的产生和美国总统的签署 有许多可以解读的地方 第一、美国立法机构和总统 不知道这踩到了中国的红线 第二、本来美国总统不签署 这个法案也会自动生效 为什么美国总统签署了 这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对华政策的实质性变迁 表明了就是要踩这条红线 第三、在中期选举临近的时候签署这个法案 表明了在美国这似乎不再是政治不正确 第四、这个法案居然可以在国会通过 那些曾经反对过类似法案的人和群体到哪里去了 放在过去 这些是不可思议的 这表明 对华关系的政治生态在美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台湾履行法的出现 是美国有意识的 毫不含糊地踩踏中国的红线 是直接削弱中国战略利益 是美国对华总体战略变迁一个极为重要的风向标 它带来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千万不要低估 只要看一下地图 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美国想扎牢第一岛链 为什么这个法案会产生 美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由于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下层的严重不满 现在美国至少有四大主义在对华问题上纠在了一起 新民粹主义 新保护主义 新自由主义 新保守主义 这几乎涵盖了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光谱 新民粹主义认为 美国中下层的贫困来源于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 而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代表大资本利益的全球化 他们反对全球化 新保护主义认为美国中下层的相对贫困和美国的相对衰落 只有依靠保护主义才能改变 这来自于美国崛起过程中长期的保护主义传统 新自由主义是代表大商业和金融资本利益的 过去一般是支持对华贸易的 但是这个利益集团这次没有轰过大规模和有效的游说来制止台湾旅行法 这表明他们的对华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们认为中国的2025战略产业规划和中国政府控制金融风险的做法 不利于他们在中国获取更多的利益 而且中国产业上的崛起和金融上的风险防范 不利于他们未来在华的利益 新保守主义长期以来就是要遏制中国 他们真正感到了中国崛起 感到了美国相对衰落的压力 主张在地缘政治上和经济上全面遏制中国 在新保守主义强力和巧妙的推动下 民意被左右 这四种力量合在一起 开始了对华战略全面的实质性的转变 这种国家战略的转变 不是儿戏 除了难以预见的大因素 是不太可能逆转的 2.放下包袱 丢掉幻想 把台湾旅行法和301调查放在一起 就能读出实质 二者都是总体战略变迁的一个部分 前者着重地缘政治的围堵 后者着重经济上的遏制 另外一点也不能忽视 美国政府最近换上了许多对中国的鹰派人物 其中还有鹰派的中国通 政府官员的这种大规模的一边倒的变化 千万不要误读 有人认为 这是为了中期选举 中期选举可能是一个时机的因素 但是 没有中期选举 这种战略转移也会发生 也在发生 研究一下美国接近权力中心的智囊人物过去的一贯言论 就知道这只一场早就在计划和推动的战略转移 中期选举的说法 可能是为了诱导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 只着眼于中期选举 如何解释台湾旅行法和内阁成员的鹰派话 大家不要忘记 美国总统在第一时间同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通话 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在组织中国的崛起 这个不能误读 美国这种战略转变 反而让我们丢下了包袱 可以像美国一样 放开手脚 做出相应的战略上的调整 在这个新的战略框架下来 相应的考虑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 坚定的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 包括经济的核心利益 把我们的经济战略 金融战略 产业战略和对应这场贸易风暴的战略 都等纳入这个新的框架 重新思考 美国在下一盘精心规划好的棋 中国也要从整个棋盘上多维的来考虑贸易问题 贸易问题只是一个棋子 而每个棋子都不是孤立的 也不能孤立 在战术上我们要避免狼群效应和示范效应 所谓狼群效应就是 如果某一次做出了不必要的让步 让挑起争端的人得到实质性的收获 就可能引来一群虎视单单的狼群 扑上来效仿同样的战略 中国在国际经济方面 就可能陷入于许多国家的没完没了的争端 进入一个不稳定的时期 许多人都想在中国经济身上夺一块肉 所谓示范效应就是 如果我们这次做出了实质性让步 将来他们可以随时找个什么借口 再如法炮制一番 或者换一个政府就闹一次 国内有什么困难 为了转移注意力就闹一次 要坚决地防止类似的行为在发生 要坚决防止后患 防止后患无穷 有人提出 这场贸易争端倒逼中国的改革开放 这种提法一派甚大 美国究竟是要逼中国干什么呢 美国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的 难道我们会认为它倒逼我们的那些改革和开放 是有利于中国崛起 而不是有利于遏制中国 难道我们真的会认为 在台湾旅行法出台以后 美国会强硬地逼迫中国实施 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崛起的改革开放 难道美国的国家战略会出现这么大的自相矛盾 对美国的战略变迁 我们一定要读准 然后从这个框架来理解美国的对华经济战略 而不只是着眼贸易战略来思考对策 三、虚假的议题 贸易赤字根本不是问题 这次贸易纠纷 美国的借口是要消除贸易赤字 这是一个虚假的议题 为什么 有一个国际经济体系的制度安排问题 大家一定要注意 美元是世界货币 它必须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 如何提供呢 通过政府赤字和贸易赤字 外贸赤字把美元注入世界经济体系 如果没有了美国的贸易赤字 世界经济体系就缺乏流动性 要萎缩 最终就会寻求替代商品 结果就要把美元从世界货币地位上推下来 所以 消灭美国贸易赤字就是要消灭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美国需要贸易赤字 这就是美国自己的政策选择 在消费和私人投资不变的情况下 财政赤字推动贸易赤字 政府支出超支了 就必须由贸易赤字来平衡 比如 几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钞票印出来 需要购买货物和服务 就需要进口 所以 美国要消除贸易赤字 就必须消除联邦的财政赤字 消除了美元贸易赤字 美国政府的赤字财政也完不下去了 美国能消除财政赤字吗? 美国一方面减税 一方面增加支出 再扩大财政赤字 扩大的财政赤字 就会导致扩大的贸易赤字 财政赤字变成贸易赤字 就是美国让全世界为其财政赤字买单 所以 从制度安排上 从政策选择上 美国需要贸易赤字 当然 这有一个度 美国那么巨大的财政赤字 必然会转换为巨大的外贸赤字 所以 即使它把同中国的逆差压下来了 它同其他国家的逆差就会上去 总额会相当 但是 这个世界上 其实只有中国才有能力 为美国那么大的财政赤字 提供必要的产品与货物 这就是为什么 过去每次贸易摩擦以后 美国的贸易赤字不减反增 因为 其财政赤字在不断上升 美国非常擅长 需着议题达成自己的真实目的 制度与繁荣一书中对此又深入的描述 四 美国的真实目的 从美国总统和官员的相关讲话 可以发现 美国的目的大致有三点 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 推动中国的金融开放 促使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 第一 打击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美国希望维护自身在高科技上的地位 不能容许中国的追赶 中国经济要转型 要完成量导致的转变 关键就是高科技 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接近一万美元 而美国是五万多美元 中国要实现小康 现代化 要迈入高收入的富裕社会 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追求幸福生活的要求 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要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 提高人均收入的关键 是提高总要素生产率 而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有赖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美国打击的核心对象之一 就是中国战略规划的产业 如果我们无法迅速实现产业升级 实现我们的规划 中国是有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拉丁美洲的教训之一 就是没有迅速转型 美国想在中国身上复制拉丁美洲 而且高科技和核心产业 还关系中国的国家安全 高科技和安全的关系 美国官员早有论述 第二 谋求中国过度的金融开放 这也是美国政府这次的一个明确要求 这个话题 很难在这里展开 只讲两点 一 纵观二战以来的历史 搞金融大幅度开放 搞资本账户自由和汇率自由化的国家 几乎都陷入了金融危机 几乎没有例外 中国金融如果出现系统性问题 那就可能是颠覆性问题 二 如果我们这次在这方面让步了 外资或美国金融资本可能控制中国的金融行业 当然 我们的对策是加强监管 但是 到了那个时候 美国为了打击中国的金融监管 同样可以发起贸易战争 说中国的金融监管不符合市场竞争的原则 等等 怎么办 退步 还是坚持 如果退步 在国际金融资本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情况下 削弱金融监管是什么结果 如果坚持 那可能就是一场大规模的贸易战争 那个时候 我们的技术进步没有上去 金融被国际资本控制 我们有多大的信心打赢未来那一场贸易战争 可见 让步不是消除争端的有效办法 反而可能跌入更多争端的陷阱 金融开放 一定要小心 步步为营 走一步看三步 先要把各种风险预见到 过去几十年遭受洗劫的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的金融开放不是从善良的愿望开始 没有一个国家不认为开放能够导致金融产业更加进步和坚持 没有一个国家不是经过了反复的科学论证 没有一个国家不是没有一流人才操盘 结果无一幸免地陷入金融危机 这值得我们深思 过度的金融开放 国际金融资本的控制 会增加系统金融风险的概率 第三 促使中国进行制度变迁 美国许多人认为 中国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意思是中国通过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规划 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催生了一大批竞争力强 规模大的企业 他们很害怕并且千方百计要废除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要改变我们行之有效的制度优势 要我们搞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 我们绝不轻易出让国际市场 但是 我们也不会为了某些国家的市场 就放弃我们的核心利益 我们也不能让别人把经济战争当成一种手段和杠杆 随意在我们身上找好处 这个头坚决不能开 这个力坚决不能破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让我们把安全带记好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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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